其實在我們西山就有這種一整條的香蕉乾 然後有這種香蕉乳酪 我們的立法院長我們的蘇嘉全院長來到現場 還有我們的行政院長我們的賴清德賴院長也來到現場 香蕉這三個月介紹的方法 從產銷價八十塊得到最低是一塊三塊六塊 所以我們農委會有積極的在處理 最近已經慢慢的把我們的香蕉的價錢已經拿起來 今天產銷價已經到八塊十塊 立法價已經到七塊 那我們認為現在的價錢 還不能夠滿足蛟農的這個需求 所以我們今天還是在這裡 再一次的來促銷 成名粉餅大概有一百公斤 自從每天吃五根香蕉之後 現在身材非常的好 剩下大概七十幾公斤 所以香蕉第一種吃飽就是會減肥 台風的時候香蕉就特別貴 那今年台風好幾次都沒有進來 那當然是全民的武器 但是農產品就 每一種農產品都豐收 每一種農產品豐收的結果 大概就會 因為我們的購買率是一樣的 我們計畫要買水果是一樣的 所以所有的水果的價格大概就會往下跌 這個就是一種循環 所以這個也不是說哪一個單位不會控制整個的生產 因為香蕉也有它的期限 這麼一個期限一過 大概慢慢的它就會回溫 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消費者 能夠稍微轉移一下 蘋果是進口的 我們就不要買嘛 買我們自己國產 去年香蕉的價格很好 然後再加上今年是豐收 不僅僅沒有裁判 但是因為豐年也豐收 價格就掉下去了 去年農民收獲很多 收入也很好 但是今年農民相對就比較辛苦 農委會的同仁積極進行收購的情況之下 雖然已經有進展 但是呢 離農民的距離還很遠 想說日本很出名的香蕉蛋糕 其實我們也可以去推廣 換句話說 香蕉的衍生性的食品 我們真的應該去推廣 農民會他們預計收購的目標是 1000噸的香蕉 目前是收購到600噸香蕉 所以還有400噸的距離 今天因為蘇院長跟各位委員 已經開記者會行政院應該要再加碼 再加200噸 加200噸到1200噸的香蕉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記得我們先加著放放點大辣醬 手拿金椒一手拿到 我們用金椒做出來的美食佳肴 123POIL 對 台灣香蕉讚 時間到達一圈 超級平民! 驚汰 5ND 質感到達到 超級平民 超級平民 超級平民